Hello,大家好,我是Alex,欢迎来到Silicon Valley Tea Time 今天我们请到了Berkeley Haas上学院的再读MBA学生,三姐来跟我们做分享 Hello,大家好,我现在是在Haas就读的MBA二年级学生 读MBA之前我的职业基本上都是在投资银行 做了太多年,我现在来读书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读MBA呢? 嗯,其实很多是从个人角度出发吧,不一定对大家都 嗯,我是因为一开始在香港那边工作 然后机缘巧合之下就调到了美国这边的公司 然后就开始了在美国这边工作生活 然后感受到因为自己之前所有认识的人啊 亲人朋友都在国内 其实在美国如果单是这样像空降一样过来 没有很多自己convention的话 也很难只通过工作去认识太多的人 然后因为后来家庭啊个人原因又觉得想要长期在美国发展 然后就开始更长远的考虑自己在美国职业发展和生活方面的问题 嗯,然后就想到其实读书也许是一个可以比较迅速的重新建立自己的network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然后就开始考虑 另一方面就是像我提到的因为原来在做投行也做了蛮长时间 也开始考虑这是不是自己想长期一直做下去的一个领域 嗯,其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我觉得就是要去试 那读书可能是一个相对试错成本比较低的方法吧 所以我觉得总结起来就是第一我确实想在职业上去explore一下不同的方向 然后另一个原因就是从个人长远在美国发展 觉得去读一个NBA可以重新建立自己的拥战 那你当时申请了哪几所学校呢 那最后为什么会选择HAS 我自己申请其实没有申请很多学校 我当时考虑是这样的 我原来在东岸 然后作为一个在比较温暖的地方长大的人 其实在美国一直生活在冰天雪地里 觉得很不习惯 所以其实我申请的时候对地域性的要求还蛮高的 我就想毕业以后去一个比较温暖的地方长期生活下去 那弯曲很自然就成为一个好像挺明显的学校 所以我其实也没有怎么升东岸的学校 然后就升了HAS 然后没有升Stanford 你肯定会问为什么 是因为我不够时间 这是个很奇怪的问题 因为我很多年前考了GMAT 然后我当时决定读MBA的时候已经是六月份了 然后我的GMAT只能够够我撑得过申请第一轮 所以我当时做学校选择的时候 其实是综组考虑了我自己想去什么地方 然后也要考虑成功率 那大家也知道Stanford就是一个概率问题 所以当时西岸的话 我自己首选选了HAS 然后因为我工作年限比较长 所以在美国有少量的MBA program 其实是一年的 然后在一年的MBA program里面 我自己认为排名第一的是Kellogg 所以其实我当时就升了Kellogg的一年的program 还有HAS两年的program 就这两个学校 最后两边都有拿到offer 然后考虑了一下还是觉得 想要读一个two year program to get the full experience 你觉得谁最应该读MBA呢 或者说MBA最适合哪类人 还有就是你看到据你观察 你的同学里面读MBA的人 他们都出于哪些考虑 我觉得有几个类别吧 第一个应该也是最大的类别 就是大家想在自己的职业上有所改变 这种改变可能是你不喜欢原来的行业 或者你喜欢行业 但不喜欢你自己原来的职位 或者你的position的role 也有可能是你两种都不喜欢 这个转变就更大 你有可能是location的问题 比如说有international students 想通过读一个MBA 然后留在美国工作也是有的 然后这是职业转变的一大类 然后还有另外一类人 就是公司sponsor 就比如说咨询行业 就是一个非常typical的 就是公司会资助你读一个MBA 然后读完你就可以再回去 作为一个可能是promotion的一个途径吧 其实很多年以前投行也有这个要求 但后来渐渐就放宽了 也没有那么大的篮别了 然后现在渐渐也多起来 就是也有人通过 读书这两年的时间去创业 这个不能算是大多数 但是也算是越来越多见的 我觉得像这几种情况 其实基本也是职业上的考虑 可以选择来读书 然后当然也有就是没想清楚的 就只是想说纯粹来找一下 就是下一步自己职业路径 就是想take a two year break and think about it 就是也有这种人 然后还有我刚才说的 也有可能是个人原因 比如说你对怎么在美国建立的卖 这件事情很重视的话 那也是一种方法 那你在哈斯的MBA项目里面 具体选什么科目呢 其实哈斯可能有的别的学校 有分方向吧 其实哈斯没有这个 official的方向问题 然后反正你就是 选你自己想上的课 那我自己的职业转变 我是想去科技公司 那所以我选的课 有一些可能说是相对 跟科技比较相关 但其实也没有那么绝对 所以对我来讲 我本科 然后之前也读过一个硕士 都是偏商业和金融的 所以我会尽量在MBA的时候 我不重复去学这些概念 尽量找一些 就是自己之前接触的 比较少的方向 也有一些甚至是脱离商科方向的 就是你不会想上你MBA 来上这种课的 那我觉得也是一种 人生的阅历吧 就难得有一个两年的时间 可以去拓宽一下自己的研接 那举个例子 就是我也有尝试去选 哈斯以外的课 哦这个是允许的 就是你有一定的学分 可以去选哈斯自己的课 那我有选过 Computer Science School的课 然后你喜欢的话 我有很多同学 比如说去选 School of Information的课 因为有很多关于 Data Science的课 然后也有同学去上 Law School的课 甚至你如果只是 纯粹Experience 你可以去上这种跳舞啊 什么的课 但是这种当然是不算 业选的 所以我自己的方向 就是有一部分 是跟科技相关的 有一部分是针对 Soft Skill的培养的 然后有一些部分 纯粹是个人兴趣 比如说像Berkeley 很特别就是 对Social Movement 就是社会运动啊 这些比较重视 也比较有历史 我也会相对去接触一些 这方面的课题 Cublic Policy 都有 这个你提到的最后一点 是非常的有Berkeley特色 他们的Business School 非常怎么说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个Berkeley的 这个政治倾向 所以说这个研究 这个Social Movement 和这个社会的 怎么说呢 这个怎么翻译呢 应该叫做社会阶梯 对吧 就说大概这个社会里面 底层的人有没有机会 你说这个社会流动性 对社会流动性 对应该是这么反映 应该叫社会流动性 那你可以大概讲一讲 他们那一些 社会流动性里面 他们提到一些 什么有性有意思的观点吗 其实我觉得 对我最大触动的是 尤其是在一个 中国环境长大的孩子吧 可能对这些概念 本来很陌生 基本就是从灵活的 从数数开始 然后来到这边 其实觉得这是一个 open topic 然后你身边很多同学 尤其是在美国长大的同学 这些都是他们 耳濡目染间间 能听到的事情 比如说 在你的选区 你有什么样的权利 可以去表达你自己的意见 你有什么手段 可以去 比如说动员不同的 就大家不要把社会运动 理解成一个 好像很革命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 把它理解成一种 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会比较好 那这个课会跟你讲 就我自己选的课 particularly是叫 large scale social movement 就是看历史上 一些大的社会运动 它是怎么产生的 然后是通过什么手段 达成的 然后其实你发现 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的 有理性 不是单靠一腔热情 然后 还是要知道 整个社会 整个political system law system 怎么运作 才能去达成的事情 里面有很多 很有领导才能的人 然后你会发现 其实跟商业也没有那么遥远 只是说在商业上 你可能用的手段是 你的资金 你的product 然后社运 他可能更多利用 就是media 其他的手段 但其实是相通的 就是你怎么组织起 这么这么多不同的人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然后去做成一些 社会的改变 或者变革 我觉得这对我自己 触动挺大的 就是不再觉得 这件事情那么遥远 然后也让你觉得 其实有很多方式 你可以参与到 你自己身边的事情 那除了学术上的收获 还有这些 对认知 就是对这个世界观 上面的收获 那你觉得 这个HAS的MBA项目 还有什么 其他的个人收获呢 从我个人来讲 可能也是重新 去审视 我来的时候 有什么hypothesis 然后现在这样对比 觉得我得到了什么 那我觉得基本上 还是符合我自己 预期的 那首先第一方面 我来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改变 我的职业方向了 那这个算是我做到了 我也找到了自己喜欢的 在科技公司的工作 然后第二像我说的 我想拓展人脉 其实这个人脉 大家可能会理解的 非常的商业化 或者说非常有目的性 其实也不一定 我就是觉得 我要搬来 弯曲这边 我要重新认识朋友 能认识到一些 可能beyond school time 你还是会继续 持续下去的朋友 那我觉得这一点 我也做到了 就找到一些 志同道合的人 能在你的工作 和生活中以后 继续 跟你有一个交流 或者互相支持吧 然后第三方面 我觉得 可能不单单 是一个MBA的作用 就是你脱离了 一个全职工作 给了你自己两年的时间 你可以选择 怎么用这两年的时间 你读MBA 除了上课 除了跟大家social 其实还有很多别的事情 可以做 我觉得就是你怎么计划 自己这两年的时间 想就是 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得到不同的东西 对我来讲 我是觉得 从以前的工作里面 解脱出来 可以想一些 长远一点的问题 就是 大到你这辈子 想怎么过 然后 学习用一个 更长远的眼光 是看问题 不是说 你毕业的第一份工作 薪资高不高 有没有达到你的预期 这不是不重要 但是 这可能只是你整个计划 或者你长远眼光里面的 一部分吧 然后学会了 把职业 作为一个 到你65 70岁退休的时候 这个维度来看 不是说未来的 三年 然后 Beyond 我觉得主要是我 自己时间都花哪儿去了 那在我读MBA 这两年 恰好世界也没有很太平 这个我不知道 你要不要删掉啊 因为有香港的事情 那有这个 我们经历的 新冠肺炎的事情 然后你会 你也会花时间 去关注这些世界上 正在发生的事情 不仅仅是一个 硅谷 关注美国 中国的问题 这算是我自己收获 就是我终于有时间 来想一些 更多重要的问题 那HAS这个 Program里面 它在学术上 我肯定有很多 一样的活动 在专业上 或者社会经历上 还有什么 其他的活动呢 那除了上课 和你平时 跟同学一起 自己组织 这些活动 当然还是有很多的 比如说你可以参加 各种学生社团了 那我自己也是 凑了一下热闹 然后当了 HAS Tech Club的主席 然后尝试一下 在美国是搞社团 是什么样子 其实也蛮有趣的 而且到了现在 也没有那么 Hierarchy 对不对 就是你怎么去 influence别人 你没有 其实你没有什么 authority 虽然你的title是President 你怎么去 说服别人 去帮你做一些 你想实现的东西 这也蛮有趣的 然后 HAS有很多 传统项目 比如说美人 去组织 Tahaskia 就是所有人 一起去团后滑雪 其实会有很多 然后 还有一个课程 比较有意思的 叫IBD 就是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evelopment 就等于说 你去一个 国外的环境 利用你暑假的时间 做一个大概 一个月的 consulting project 那这个就是 遍布成熟 有些非洲的同学 欧洲的同学 第三世界也有 发达国家也有 那像很多这种活动 我觉得 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你觉得 这个MBA的program 有什么 不足的地方呢 或者说 有什么缺点呢 老实说 我 那看你怎么衡量吧 对不对 就是你自己 预设了一些目标 你达到了 你不会觉得 有什么不及 那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是这种情况 那你一定要说 它有什么不及 那可能就是 你预设的太高 当然很多人会 可能说学费很贵啊 万事生活很贵啊 这肯定是的 然后我自己会觉得 我见到身边有情况 就是一种 可能是失望的情绪 有可能是对 MBA expectation 来到 我想说的是 不要把MBA 看成是一个说 你做了一个 华丽的转身 然后从此以后 飞房同大 也不是这样一种事情 我觉得MBA 只是你想做出 一个很大的改变的第一步 那我自己预设的 就是只要我离 我离我的最终目标 就是更近的 我会把它看成是一种 我可以监督的结果 那可能对有的人来说 他想象的太完美 那可能会感觉有落差 然后 另一个我想说的是 大家可能知道 那MBA 就是会有很多resources 就好像所有 公司都来抢人 那其实也不是这种情况 就基本上还是 人找工作 比工作导人的情况要多吧 我觉得在这种 就是职业上的改变 要还是要主要依赖自己 不要想着说 因为学校有reputation 或者说学校有career resources 就好像可以手把手的 帮你达到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种想法是现实的 那你说这叫不叫不足 我就看大家的那个尺子摆在哪里 我们之前做了一期节目 大概就是横向对比了好几所美国的名校MBA项目的就业报告 那其中我们也翻看了哈斯的MBA的就业报告 和你自己的角度来看吧 你身边的同学里面 他们的就业状况 他们大概的就业方向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有跟传统MBA很像的 比如说像consultant 这些肯定还是一个很大的方向 那哈斯的地理位置 那tech应该是最大的就业方向 也是最多人追求的吧 起码以我自己 那当然还有投行也算是一个主要方向 然后哈斯比较特别 就是可能也会有比较多人选择创业啊 然后或者说去public sector 而不是去private sector 那我主要看到的是这些 然后至于你说就业情况 起码以我这一个class的同学来讲 我觉得大家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基本上都找到了吧 可能大家的journey不一样 有的很快 有的可能比较曲折 但是我看到的outcome是好的 然后最后这一段时间 由于有这个就是疫情的影响 可能对大家找工作 尤其是想往startup方面去找的同学 是会影响会大一点 因为startup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也比较容易没有headcount 就是有一些one off的影响 但我觉得总体上 大家想找的基本都找到了 非常感谢三姐跟我们的分享 如果有小伙伴想和三姐互动 请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留言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 请记得转发订阅评论点赞哦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